诸葛亮背后的女人,其女子黄月英的一生 黄月英出生名门世家 聪慧过人 智勇双全 自小便熟读兵书 文涛武略 足智多谋 心机才干可与诸葛亮比肩 机械手工不输乳般 她是一个钟灵玉秀 精彩绝艳且颇有英雄气概的其女子 第一众人期盼下她的出生 她出生在一处风景秀丽 一山半湖的村庄黄家湾 她刚出生时红红的小脸上都是皱纹 头上几缕稀疏的毛发 样子和想象中的可爱漂亮 完全不沾边 她的父亲黄家雁有些嫌弃她 说刚生下来的孩子都这样吗 皱皱巴巴的 算不得好看 小明就叫阿丑吧 黄月英的小明阿丑就这样来了 她是她父亲32岁的老莱德女 也是她母亲菜式 喝了几大箩筐的催孕料而来的 小阿丑的出生 让整个黄家湾都很高兴 一方面村民觉得 小阿丑是个福娃 是她给干旱已久的庄稼 带来了丰沛的雨水 因为小阿丑快出生前的一个月 向来雨水充沛 气候宜人的襄阳 少见得干旱了一个月 焦羊似火 导致庄稼还没有成熟 就要日渐枯萎 村民很着急 另一面替她父亲高兴 终于有了自己的一股血脉 她的爷爷张登结彩 笑得合不拢嘴 大摆了三天宴席 于是 小阿丑就这样 在这个慈善有爱的大家庭里 一天天长大了 第二儿童时期制成人的黄月英 小阿丑周岁时 按照当地的习俗 皇甫费尽心力的 为她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周岁庆 借此探知她以后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 她的父亲黄承燕 牵着刚会走路的小阿丑 站在琳琅满目的暗机上 小阿丑对那些腌制水粉 蒜盘 毛笔 珠宝等都不感兴趣 她的注意力都在书籍上 于是她唱微微的抓了一本 连许多宝学知识都会色难懂的书 叫九章算术 就这样一周岁小阿丑的智慧才行 就凸显出来了 因此 小阿丑也出了名 时间消逝 她父亲为了将小阿丑抚养成才 在小阿丑四岁时便为她启蒙 亲自教女儿读书识字 抚琴作画 也是那时她才有大名叫黄月英 四岁时的黄月英 课也很繁重 早上要跟表姐们在菜府四书学习 放学回来由她爹亲自教 但是 因为她非常好学 所以滋滋不倦 乐在其中 一点也不抱怨泪 时常还奇思妙想 语出惊人 跟她父亲对联子 也是出口成章 小阿丑十分聪颖好学 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 记忆力也超强 几乎过目不忘 这天她读到 乳班智木鸟以窥送城 她就很好奇 想木鸟也能飞吗 简直太神奇了 她就兴高采烈的去问父亲 但是她父亲也没有办法给她答案 虽然她闷闷不乐 但是也不气馁 遇到不解的问题就得找出答案 有天院子里亮的被单被风吹起来 给了她启发 于是 她就用自己的智慧做成了指缘 自此 指缘变成为了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 许多地方一到春天 还专门进行指缘比赛 但是 谁也都不曾想到这东西的发明 出自七岁小姑娘之手 春去秋来 叶子绿了又黄 转眼间小阿丑九岁了 九岁时的小阿丑已经在看 韩非子 道德经 商君书 孙子兵法 鬼谷子 吕诗春秋 九章算术等这些晦涩难懂的书了 她还跟司马威先生 学习了她非常感兴趣的奇门 兵法 还是一个有着狭义心肠的小姑娘 常会帮助左邻右舍 做一些力能所及的事 这年春天 皇家湾九汉干雨 阴地干枯 无法耕种 小阿丑见父亲如此忧虑 便想为父亲分担 于是她就带着她丫鬟一起去考察 站在汉江岸上 她在想怎么样才能将汉江水引入田间呢 她在苦思冥想着 突然 她看见一个老农在河边挑水 她拿着两个葫芦瓢 交替往水桶里面倒水 果然 水很快就满了 于是她灵机一动 心想若将很多葫芦瓢连接起来 中间装上轮 这样摇动起来 低处的书就能不断地流向高处了 于是她马上叫来木匠 经过反复构思 就做出了历史上第一辆急水车 为了让村民们更了解她的使用方法 她分别进各村给村民们讲解 晒得整个人都黑了一圈 因为有了急水车的出现 皇家湾虽然干旱 但是却大获丰收 因此 急水车在荆州一带得以广泛运用 而黄月英的名声也因此传播开来 冬去春来 岁月更迭 不知不觉间 黄月英长成了亭亭玉丽的少女 刚过急急之年的她 身形高挑 聪慧多才 有着这个年龄的女子 少有的沉静和睿智 平日里她言语不多 但凡开口 便字字珠奇 当真算得上一个少有的妙小儿 黄月英不仅致谋超群 而且还心灵手巧 她自创的黄酒毛炉春 味道香醇后 一经问世 便深得众人喜欢 还亲自传授他们酿酒的工艺和心得 自此襄阳毛炉春 黄酒便在整个荆州传播开来 后又摸索出来了醋的酿造方法 她酿造的醋被人们冠名为阿丑醋 前有水车 木马 会做活的木头人 后有酿酒 酿醋 这一系列的重大发明 16岁的黄月英在襄阳早已经生名雀起 名贯荆州 不过大多数人都只闻其名 不识其人罢了 少女时期的黄月英遭到了她母亲才是的逼婚 但是她坚持己见 要换我心 为你心 使之相依身 黄月英的爱情观 母亲看她态度坚持 也无可奈何 因为她知道自己女儿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也就不再勉强她了 19岁的黄月英 同她年龄大的女子都以嫁为人妇了 但是她还是每日里读书 写字 研习兵法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切意又自在 20岁的黄月英 完全是一位聪慧绝伦 美丽不凡的女子了 她身形面条挺拔 眉目间颇有些鹦鹉之气 皮肤要比一般女子略黑 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 一双大眼睛漆黑精亮 像是会说话 神情却是有些淡漠幽远 看上去似不易清静之人 毋庸置疑 她是美丽的 她的美不似寻常女子那般柔媚 而是那种清冷 高贵 大气灵动的美 这些年来 月英跟着父亲和水晶先生 学习了很多高深的兵书正法和奇门遁甲 她会做精巧的木工机械 家里能走会教的木狗 能推磨的木头人 会托运东西的木马 接触自她手 这些新奇的玩意 常常会让来访的客人吓上一大跳 琴棋书画 茶室酒花这些基本的技能 她更是无意不经 至于寻常女子们学的绣花厨艺 她虽不热衷 却也学了一些 算不上十分出众 却也能从容应对 她甚至还跟着家里的护院头目 学武功防身 寻常一两个普通人根本进不了她的身 不爱红装爱男装的她 这些年将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学习成长上 她如饥四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 在这个动荡的乱世里 活得自艺又张扬 也是因为黄月英对自己婚姻观的坚持 获得了与诸葛亮相守相近终身伴的美好爱情 第三才女黄月英婚后的非凡成就 婚后 她们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她的才华与诸葛亮相当 她们是志同道合 相互提升的 诸葛亮在建功立业时 她也在背后帮了很多忙 做着诸葛亮最坚强的后盾 也做了许多乐于助人的事情 一 赠送给诸葛亮一幅她亲自秀的华夏山川地貌图 以便她更熟悉国家形势 二 制作了守城防卫 威力强大的欺怜弩 三 她知道属地山土路窄不好走 为此 她改造了先前的木马 精造成了体型更小 行动更灵活的木马来酝酿 四 参照蝙蝠制作出来 更注意打仗的武器木头鸟 五 她知道张飞是粗人 于是就用穿针刺绣的道理指导张飞 让她做事能像穿针刺绣这样 情思多想 粗中有戏 便能决胜千里 六 她亲自研究出了一种 食疗风势病的方子 经反复验证为有效后 便将方子欲超了无数份 带着家谱免费发放给百姓使用 七 后来她又化妆成农妇亲自考察农事 见当地不少百姓生活困苦 耕种方式弱后 她便将村里的木匠集中起来 教他们制作集水车 她还将自己发明的茅庐春 和阿丑粗的配方 拿出来教大家酿造 极大的地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那些学成手艺的人回去后 有的开了酒房 有的专卖茅庐春和阿丑粗 八 她还将从荆州带过来的芥菜种子 散发给大家广泛种植 经过她的不懈努力 四川的农商短短一年 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百姓的生活肉眼可见的慢慢好了起来 为了感谢诸葛军师及夫人 成都百姓将芥菜更名为诸葛菜 那些年 成都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几乎每顿都有一盘好吃开胃的诸葛菜 和一壶唇香扑鼻的茅庐春 九 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诸葛府的管家和亲与她的丫鬟还儿 十 创办了私人学堂 她想让战乱中存活下来 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让他们有地方回 有学上 有热饭吃 有暖衣穿 并给学堂命名为康宁学斋 并把她父亲黄成燕和诸葛亮拉到学堂教课 她自己也是每周三次授课 专讲农学和手工 她希望这些孩子既擅长学识 也擅长耕种和手工 十一 她已为诸葛亮生下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并全心全意地养育他们成人 培养他们成才 她如此深远的影响 这连一向自命不凡的诸葛亮都自愧不如 第四 黄月英的坚强 对于渐入老年的黄月英来说 人生几大不幸 她都亲身经历了 中年丧父 老年丧女 也经历了父亲的含冤而死 母亲的钟情 朋友的离别以及死亡 那种追星之痛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但是 她还是得坚强地活着 因为她知道还有责任未完成 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才 像她夫君一样顶天立地 做个无愧于心的人 因此 她还是得坚强地活着 黄月英为了节省开支 裁剪了十几个仆人 另外 她派人将后院山上的几亩咸田也开发出来 种了些水稻和蔬菜瓜果 教育儿子们学业上大家尽力 要对得起你们阿翁的期望 但我更希望 你们的内心是真正健康快乐的 最终 她做到了 她的儿子们个个都长大成才 娶妻生子 没有辜负她自己的责任和丈夫的期望 其女子黄月英的钟情 这个坚强了一生的女人 行将就木 她病重躺在床上 看着围在床边的亲人们 看着她们伤心难过 哭泣着 对她们说我儿修要哭泣 阿母这一生 嫁给你们阿翁 虽半生动荡 但忠祝她成就大业 不幸她走得早 丢下这一屋子孤儿寡母 苦称度日 幸得有各位叔伯关照 你们也乖巧懂事 才有了诸葛府的今天 如今你们都成家了 而媳妇孙媳妇们也都通情达理 孙子虫孙子都活泼可爱 我这辈子值了 黄月英喘息着一口气说完 莲藻倚仗的通红 她疲惫异常地靠在床头养了会精神 她们知道阿母在交代后事 眼泪不自禁又涌了出来 却使劲憋着 母亲生平最讨厌大男人哭哭啼啼 故从小她们都力争做勇敢坚强的孩子 习丹妇们不同 伙母这番话勾出了她们的眼泪 她们忍不住轻辍气清起来 屋子里充满了悲伤绝望的味道 方月英烧些了口气 又强打起精神 她慢慢环顾了下四周 用眼神止住了大家的哭泣 继续缓慢地对她的大儿子诸葛瞻说道 瞻儿为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你八岁席爵五香侯 十七岁拜祈都尉 又蒙皇上不弃 将和儿下嫁于你 算得上是饱受圣恩 然是君之路便要忠君之事 日后朝廷一旦有所拆遣 一定要全力以赴 万死不辞 我走后还望你勤读兵书 延习阵法 以备来日将场所用 对她的小儿子诸葛怀说道 怀儿你自小便是个懂事稳成的孩子 加上你无官职在身 日子反而会轻松些 府上还有些田地 商铺 你们书职养人 合计着各管一部分吧 瞻儿有朝廷俸禄 不用靠这些生活 就不用参与了 你要学着打理生意 免得日后生计艰难 你已经是有妻儿的人 得担起责任来 如今安而善幼 亲儿养育孩子甚是辛苦 你要多加体恤照顾 对她的孙子诸葛潘说道 潘儿 你是个正直勇敢的好孩子 论起拳脚功夫 你倒是胜过两个叔叔 只是如今你已是将军 将来难免会和你大叔一起下上战场 平日里还是要勤家练习 好在锦儿是个贤妹主 由他帮你 我倒是安心 锦儿 你跟亲儿两人日后共同管理服务 你熟悉些 要多帮趁着点 黄月英抢撑着一口气 将心底的话说完 此刻精神一松懈 便又昏迷了过去 众人红着眼睛 点头称是黄月英这一番嘱托 字字气血 他们明白 这是母亲最后的告别 这一次 她是真的要离他们而去 大夫又被请了进来 诊拜后摇头说道 老夫人是回光返照 此刻起病床前不能离人了 应该就在今日或者明晨 爱 解爱吧 众人安静地坐着货柜着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 只有黄月英的拉风箱 一样的呼吸声 此起彼伏 事业三更刚过 奄奄一息的黄月英 永远停止了呼吸 这一年是公元254年正月初三 这个睿智通达的女子 一身坎坷动荡 经验不凡 她用自己鲜弱的身躯 为华夏大地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至今日 襄阳凡家湾还留有黄月英 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轨迹 她的雕像 翁千千万万的游客膜拜尊崇 她的故事更被数以万计的后人们广为颂扬 历史的长河永远奔腾向前 多少往事都被淹没在这无声的岁月里 但总有些人 总有些事 会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历久弥新 生生不息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